超义症居然真的存在 过目不忘记忆力超群 全球不超过80人拥有这种超能力 而我国一例都没有 患有超义症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人生真的能因此作弊吗 今天老黑就来跟大家讲讲超义症到底是怎么回事 全程高能将会颠覆你的认知 1965年12月30号 美国纽约诞生了一位叫做吉尔普莱斯的小女孩 8岁那年 吉尔发现自己的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好 能轻松的回想起前几天几分几秒发生过的任何事情 可是虽然年龄的增长 他发现自己的记忆变得越来越多 但还是一样清晰 就算他想要忘记也还是忘不掉 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可能触发他久远的记忆 这让他的精神倍感折磨 直到34岁那年 吉尔找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詹姆斯麦克高教授 在听到吉尔的症状时 麦克高教授根本不相信 他开始对吉尔进行测试 他随机说出一个时间点 让吉尔说出发生过的事情 吉尔全部都能清晰的复述出来 麦克高教授这才相信这个闻所未闻的病例 于是他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超异症的科学家 他将吉尔的事情曝光后 美国维斯康星州一位51岁的男子布拉德·威廉斯也联系了麦克高 威廉斯也拥有超强的记忆力 甚至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叫妈妈的画面 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超异症患者出现 可是至今为止 科学家只是研究出了超异症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自传性记忆 大脑拥有自动记忆功能 也就是说不是说患者是有意记住的 而是大脑将人所有经历过的事情都保存了下来 那么这种超异症真的是人生的一种馈赠吗 这绝对是世界上最让人羡慕的疾病 美国洛杉矶一名叫做鲍博 佩特莱拉的男子 他能记得自己从五岁开始到之后的五十多年里发生过的任何事情 五岁的时候 鲍博发现自己每一次考试都能轻松通过 甚至考试前都没有复习 上课的时候也不需要记笔记 只要老师说过的话 他能全部记在脑子里 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回想起来 他靠着这个超能力从小到大都是学校的兼子生 谁也不知道他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他也为自己拥有这个能力而感到窃喜 因为他并不知道这是一种叫做超异症的疾病 他只知道自己比同龄人更聪明 于是在2008年 鲍博报名参加了加州大学一项研究记忆的活动 他第一次向众人展示出了自己惊人的记忆力 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为了测试鲍博的记忆力 出了60个超难记忆难题 但鲍博都轻而易举的答对了 于是研究人员也确定了鲍博就是超异症患者 现在的鲍博靠着自己的超异症成为了洛杉矶的一名电视制作人 在电视制作上他总是比别人更快更有心意 因为他能记住电视节目的所有细节 然而并不是所有超异症患者都跟鲍博一样 另一位叫做瑞贝卡沙洛克的超异症患者 出生后一周的记忆他都还记得 他记得自己被妈妈包裹在一条粉色棉毯中 记得妈妈抱自己的感觉 然而可怕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在他还是18个月大的小婴儿的时候 他就开始做梦 虽然有了记忆 但是智力并未发育完全 超异症让他根本分不清梦境和现实 每一次梦醒来都像经历了另一个人生 随着年龄长大 记忆一点也没消失 曾经遇到过的不好的事情 每天都在脑海里重映 这让他一辈子都被记忆折磨 精神几近崩溃 那么超异症真的没办法治好吗 他记得第一口母乳的味道 记得自己出生12秒的时候 父母的表情 来自英国的瑞贝卡沙洛克自出生之后的一分一秒都历历在目 几岁的时候就读过300万字的整套哈利波特 现在的瑞贝卡都能清楚的背出哪个章节 哪个片段的内容 可是过目不忘让他每个记忆都在脑子里循环播放 头疼失眠是常有的事情 所有超异症患者都是这样 在获得超凡记忆力的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痛苦 科学家也进行过很多的研究 试图找出超异症的解决办法 但最后发现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 因为作为超异症患者已经失去了遗忘的能力 遗忘是人类必须拥有的功能 人类祖先在进化的过程中让遗忘变得有利于人体 过去科学家曾认为遗忘是被动进行的 可是后来经过更多的研究才发现 原来人类会遗忘并不是被动的 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在主动抹掉一些记忆 每天都在不停的遗忘 尤其是痛苦和光伤 大脑会选择有意识的意志 这就是为什么时间越长 我们对一些痛苦的事情 记忆就不再那么深刻 超异症患者不会遗忘之后 大脑就一直在保存记忆 不好的记忆就算是到死的那一天都很深刻 但从遗忘的这一方面出发 又有科学家认为超异症患者既然不会遗忘 那么他们的记忆就不是真的记忆 就是大脑将自己周遭的生活细节给记住了 而经过研究后又发现 超异症患者的大脑跟正常人不一样 这种不一样至今都没有研究出来 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形成的 我是老黑 你不知道的小知识都由我来告诉你 欢迎评论私信轰炸 咱们下期再见